这一路走来啊 见王子麾下兵强马壮 迎战也是整顿威严 如今的王子 简直就是脱胎换骨 令人探子 我已与可汗表明 并无异与他争伪 只是想推进一些 大立民生之举 让漠北变得更好 他既迷我心意 自然会推行我的改革 也就有了今日 诸位见到的这番景象 这营帐的内外 都是我的亲信 此方时有话 但说无妨 事不相瞒 袁某此来 却有事求于王子 龙突齐表面上欢迎公主返向 实则暗藏杀机 大庸想保护公主 但鞭长莫及 所以想借我漠北之力 以示威慑 我猜得对不对 王子所言 分毫不差 大庸想借漠北一支虎军 屯于燕乐和漠北边境 伺机而动 所需一切军费 皆由大庸承担 王子是怕 怕得罪了龙突齐 日后 遭到大庸承担 我遭到报复 阿姨阿娘 岳奴来看你了 前面就是我阿姨阿娘的罹难之地 安人音灵在上 请受阿树一拜 上路之前 我去墓前祭嫂 将阿姨的那种四方之略 放在了他的墓前 其中有一页写着 原德在心 莫夫四方 那一刻 我以为我理解了父亲 才是小杰 这个骗子 他也跟你说 你不应该 可他 浩子 您会搭着 所以我们要禁止 他 将自己送出去 将他人带回来 不远万里只是为了一次交易 我是一个败领 想想确实挺了不起 走吧 你去那边 阿树 那门锁着呢 走 阿树 阿树 安阿树 阿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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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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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头 什么 阿世兰跟我说过 带领龙骑兵屠村的人 叫木头 我在耶勒相关的文师中 见过这个名字 他从龙吐齐之命 执掌龙骑兵人 为龙吐齐铲除一击 我要教他血斩血肠 我碰你 这是我跟他的私人恩怨 你是四方使 一举一动代表着大庸 我不能把你捐进来 我乃大庸四方使 护送龙霜公主返乡 而等这是何意 你又有什么事 我看你 你走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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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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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者可是烟乐龙骑兵督头 木徒 正是 农业护命我在此迎接而等 列阵 遵使远道而来 本督头要为使团 接风洗尘了 您知我大庸使团远道而来 非但不准进城 还在这城门口五刀弄枪耀武扬威 莫不是想让两方兵戎相见 四方使有所不知 其意为为远道而来的各位 斩断风尘 迎接一事一毕 随我入城吧 你们 来而不枉 非离也 大庸使团听令 刀剑出销 入城 是 没有 不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